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6月22日星期四 一個不好的消息是 潛入深海看鐵達尼號殘骸的小型潛艇 證實在水內內爆 艇上五個人全部瀝爛 至於會不會打撈他們的屍體 現在還未決定 想買新車都一定會去試車 但大家要小心 現在的車行在試車時 會將出意外的責任轉給試車的人 試車時記得要小心 俄烏戰爭中 我們經常聽到會有無人機出動 現在 安省京士頓監獄上空 也不時會有無人機出現 為何呢? 實中潛艇所屬的美國公司Ocean Gate 今天下午發表聲明 相信潛入深海 觀看鐵達尼號的小型潛艇 泰坦號的五個人已經瀝爛 美國海岸警衛隊相信 泰坦號發生災難性內爆 瀝爛的五個人 包括Ocean Gate行政總裁拉扎 英國商人達玉德和兒子 英國億萬富翁哈丁 和研究鐵達尼號的法國專家 納吉·奧萊 美國海岸警衛隊 海軍少將莫爾格在今天下午舉行的記者會中表示 搜救人員今早9點 在距離鐵達尼號殘骸大約500米的地方 發現失蹤潛艇的尾罪 其後搜救人員也發現其他更多碎片 諮詢各專家意見後 這些碎片符合水體內爆的情況 一個海洋專家表示 碎片的大小和被發現的位置 以及潛艇失聯前所在的位置都表明 潛艇內爆並非與鐵達尼號相撞造成 至於搜救人員會否繼續打鬧死者的屍體 莫爾格表示暫時未知道 其實早在今早6點至8點之間 潛艇的氧氣應該已經用盡 但拯救人員仍存一絲希望 Ocean Gate共同創辦人深信 失蹤潛艇內的人知道 如果要等待救援 最好的方法就是現場氧氣的使用 所以他們一定會用盡方法 減少艇內氧氣的消耗 亦因為這樣 用於拯救他們的時間 應該比大多數人想像的更長 星期二 加拿大飛機一度在一個區域 發現水底傳出聲音 官員於是迅速派遣人員前往水底 希望能發現潛艇的蹤影 到了昨天 有更多聲音從海底傳出 但官員站後確定 這些聲音並非來自潛艇 英國南極調查局的海洋地球物理學家 拉特指出 要在一個完全黑暗的環境裡 尋找一隻只有22尺長、9尺高的潛艇 是非常困難 除非有一個非常精確的位置 否則 命負其實是大海撈針 至深夜2點營業 是營業時間最長的華人超市 深海觀光小型潛艇泰坦號 已證實在水內內爆 艇上五人離難 其中包括坐火箭上過太空的 英國億萬富豪哈丁 他說這隻潛艇有很多問題 一個離職員工就說過 這隻潛艇根本是沒辦法潛得那麼深 結果他說完之後就被老闆炒了魷魚 意外發生之後有很多傳聞 有人說這隻潛艇因為船艙很小 乘客連上廁所都沒辦法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穿著成人子療褲 這麼不舒適的旅遊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有興趣 去潛入深海裡 有人說這個世界有些人 真的錢多都沒得花 他們要找刺激 但是如果為了找刺激 連命都沒有的話 那就真的不值得了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傘自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在俄屋戰爭的新聞裡 我們經常聽到 雙方會出動無人飛機進行軍事行動 其實無人飛機除了在戰場出動之外 近年也是在京士頓的監獄上空出現 不是懲教署的人利用它來監視囚犯 相反是監犯利用無人飛機 將毒品和武器混入監獄裡 根據信息獲取法獲得的統計數據顯示 自從2018年以來 無人飛機在監獄上空出現的頻率 是穩步增長 去年報告了99次 這幾乎是五年前的10倍 而在2018年至2022年期間 在阿林斯灣懲教署的監獄 最少有247架無人機跌下來 相比之下 在京士頓地區的其他三個聯邦懲教設施裡 同一時期總共有60架無人機跌下來 而另一份資料顯示 在2020年1月1日到2022年12月31日 在阿林斯灣監獄查獲的毒品次數大約有600次 而收繳武器的次數大約有250次 每年查獲的違禁品價值高達幾百萬 加拿大懲教人員工會全國主席威爾禁斯說 工會提出無人機空頭的問題已經提了十幾年 但當局一直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加拿大懲教署繼續只是拖後腳 而不是安裝雷達或臨時解決方案 工會安省地區主席說 阿林斯灣監獄的情況已經完全失控 加拿大懲教署拒絕接受採訪 即是說很多懲教機構都有反無人飛機的措施 但是以安全或保密的原因 他們拒絕透露任何有關這些措施的地點 或者內容的細節 也都沒有回應阿林斯灣監獄 是有大量無人機走私的情況 懲教署說他們會繼續跟供應商合作 研究怎樣檢測在空域之中的無人飛機 聲明說一旦投入使用 我們就會衡量這些系統的性能 並且確定更廣泛在全國部署的潛力 威爾禁斯說 如果加拿大懲教署打算把這些偵測技術推廣到全國 需要的資金遠遠超過600萬 但是他對懲教署會這樣做的前景並不樂觀 在香港改邪歸正當選過傑出青年的陳慎之 告訴過記者 以前他在大嶼山麻布萍監獄坐牢的時候 那些囚犯是利用信甲運毒品進監獄的 看來信甲時代已經完結了 現在是入了無人飛機運毒的時代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當多市長補選下星期一就舉行 雖然省長福特和前市長莊德里 都沒有說會支持周志偉 但是分析師就說 周志偉到現在都是大熱的候選人 主要原因是周志偉是左派共同推舉出來的候選人 前市議員坎貝爾說 多人多的左翼聯盟相當有組織 有一個堅實的義工機器 無論候選人是誰 他們都會大舉出動 其他候選人在這方面的實力 就沒有一個可以拍得住周志偉 保守派策略師前拍師說 周志偉在左派這邊有清晰的路線 如果我們只有三個候選人 分別來自中間派、左派和右派 這樣競爭就會更激烈 但是桑德斯、庫里和布拉德福德 都在爭取保守派選民的支持 結果就削弱了他們對周志偉的牽制能力 至於中間派的候選人 貝安娜、康德瑩和馬德諾 也都瓜分了選票 不過這樣 即使周志偉真的以30%的選票勝出 也都贏不到大多數 到時競爭對手就會說 他都得不到大多數多倫多居民的支持 為於2150 Monaco Avenue華景天地內的 楓亞超市 6月25號 隆重開業 恭候光臨 行章期間 雙重送大禮 6月25至29號 一連五天 每天投200名顧客獲贈18元現金購物券一張 買買100元 再送10元購物券一張 楓亞超市每天早上9點至深夜2點營業 是營業時間最長的華人超市 根據加拿大食物檢驗局 CFIA在最近發表的 有關食物造假的年度報告 在加拿大 蜂蜜和豬魚杏仁油等 貴價食用油的造假情況最為嚴重 當大家在購買蜂蜜 或者貴價食用油的時候 可能買到假貨的機率高達25% 肉類和魚造假的機會最少 在加拿大買到假肉的機率低至0.9% 買到假魚的機會就只有7.3% 蜂蜜造假的比例 較去年攀升了多達11% 令人震驚 加上其他貴價油和香料的造假率 和去年相比分別上升了接近2%和超過2% 都是有令人擔憂的趨勢 現在的東西已經很貴 如果還買到假東西就真的雙重損失 加拿大食物檢驗局在今年的報告中 特別質重於收集和分析844種樣品 分析結果顯示 被抽樣的樣品 滿意率即是有沒有造假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 肉的滿意率高達99.1% 魚的滿意率為92.7% 比去年上升了1.5% 香料的滿意率是90.8% 比去年下跌了2% 而蜂蜜的滿意率為77.5% 比去年跌了11% 橄欖油的滿意率為86.9% 比去年下跌了0.9% 其它貴價食用油 豬魚杏仁油 牛油果油 阿麻籽油 葡萄籽油 和芝麻油等 滿意率為64.3% 比去年下跌了1.9% 無論買二手車或新車前 試車就少不免 但現在很多汽車經銷商為了省錢 試車前可能會叫准賣家簽一份棄權書 Waver 簽了這份Waver 試車時 如果車有什麼閃失 准賣家就要上身 住在Orela的加雷爾 就是因為這樣 差點要賠近7,000元 加雷爾買了一部Tesla Model 3 買車前曾幾次與太太試車 其中一次就出了意外 被人從後撞向Tesla乘客座位的一邊 少試者在意外後更不顧而去 事發後兩夫婦立即報警 還聯絡Tesla 然後將車交還 以為收車費會由Tesla所賣的保險負責 事件就告一段落 但原來他們試車前簽了一份協議 只在試車期間 將會附上因為違反協議內容 而導致一切損失 現在汽車被撞 他們就必須附上 6,845元的維修費 那時候 他們仍然覺得無大不了 因為他們以為自己的保險 可以承擔這筆費用 但原來他們的保單 並不包括租車或試車上 所以索償被拒 這一下 加雷爾才知道大件事 不過後來傳媒介入 事件總算解決 多人多事律師李慧就表示 一般來說 如果試車時發生意外 汽車代理商 應該負責維修費 但為了降低保險費用 現在很多代理商都引入 Waver這件事 就像加雷爾所簽署的那份 Waver上會具體說明 准賣家作為司機 如果試車期間 汽車出現問題 即使錯不在准賣家身上 也要承擔責任 因此任何人到代理商試車前 應該問清楚 如果試車期間撞車 對方的保險會否負責維修費 如果代理商要求准賣家 在試車前簽訂一份Waver的話 那就要確保自己的保險單 包不包試車時出現的損位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17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22度 大多倫多地區 明天的普通無源汽油價格 會跌3仙 每公升159.9仙 都不負責公司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比起我們以前小的時候 差很遠 以前小時候這裡是滿了 水舌不通 現在讀少人一點 但是也開心 我們小朋友也有機會見識一下 我覺得最精彩 看到參賽者很齊心做這件事 是挺熱血的 這次是第一次 之前都在電視看 因為疫情關係 小時候都不會出來 都會在電視看 很熱鬧 很多人都來看龍舟 很開心 2023本地有機西瓜節 今天在青衣城開羅 為期四天 場內設20個攤檔 屬於開心香港娛樂嘉年華首場活動 財政司長陳茂波 在開幕裡致辭稱 外圍環境仍然面對好大挑戰 本港出口繼續下跌 今年經濟主要靠消費頂住 億攀市民在市集看得開心 買得開心、吃得開心 鎮山源有機農場負責人蛇太表示 特異於今年的宣傳和商場室內環境 人流高過往年 入場人士目標明確 直接買西瓜只是看大小 以往就較多人只看不買 他形容產品OK好賣 上午十幾隻黃肉西瓜 中午12點前已賣完 一年四日的本地有機西瓜 在青衣城開羅 市民買西瓜可以積長量度甜度 不過西瓜貨量有限 農夫這樣計算是看定的成熟程度 當這些定已經很幼細 說明已經成熟了 如果定的稍微更粗 就是剛剛開始成熟 開始成熟的西瓜 口感會比較脆 而成熟更多 就會更甜 會稍微起沙 有時我們都會看定的位置 因為定的位置 其實熱小的西瓜定位是漂亮的 而且這個味道會平 如果很尖的話 它還未成熟 如果開始平了 說明它便成熟 就是這樣 我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今年五十六歲那個人 是 有甚麼準備的 有 有甚麼準備 就是這裡 我帶了些甚麼來 帶了些甚麼工具 是呀… 衣服 我看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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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次… 等等… 介紹多次的名字 謝謝 介紹多次的名字 謝謝 介紹多次的名字 第三次的名字 是否很有信心呀 介紹多次的名字 是甚麼 第三個名字 因為你下車那個是甚麼 左邊 麻煩你 請 請 今天不懂得買報紙 家學生牌報紙 都來了兩次了 所以都有點驚艷 有信心呀 都有的 都準備了 其實是否通知你們是入了懷疑 叫做第三回合 那第三回合 那你知不知道是否最後一回合 那又沒有透露我監製 但今天準備的東西很多 可能叫我們戴泳衣呀 瑜伽衣呀 各類的 但之前不是都有泳衣嗎 之前都有的 是的 你可不可以串一次你的名字 E-L-L-I-E 但另外我自己都準備了 可能才藝表演 拉冰王 拉冰王 是甚麼 拉冰王 對 另外我都辭了我原先ICT的工作 一心一意的準備比賽 即是知道入第三樓才辭的 對 其實報名的時候你都準備了 即是又思考到這個 需要不需要遲 就想盡力去參加這個 尊心一點 對 你有信心入圍嗎 都有信心的 不要讓自己有Plan B 喝到204沒有 204沒有 我想下一輪如果有幸入圍的話 就要204了 那我叫Anna 今天名字叫吳泳婷 現在19歲 在港大讀藥劑創 今天準備了很多衣服 有甚麼表演 應該清楚安排 嘗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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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幾次來試一下 第三次 很緊張的 很緊張的 始終年輕 還是有少許緊張 還有見到很多人 但年輕是優惠 對 我們不覺得是贏得挺少 算得 一夜 彈琴 啊 啊 彈琴去彈甚麼琴 方琴 這邊 是不是學了很久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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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過了第二輪子 入了決賽 這次五年級 這邊 這邊 那邊 那邊 加拿大回來 是呀 溫哥華回來是嗎 對不起 是否你們是中夕恩師妹 是啊 是一間大學 是的 如果我們差不多這個三個月 一次就可以回來 去選擇 給我們拍一下家人 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說一次 你叫甚麼名字 Debbie 這裡先講我 Hello 這邊 你是不是面對了三次 第三次面對 做得了甚麼 今天準備了甚麼 他叫我們準備很多東西 那你準備什麼 包括運動褲 還有晚裝裙 還有牛仔褲 白色背心那些很多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叫我們準備 今天吃了什麼 買了排骨飯 今天排骨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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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問你的名字 Wong Yi Yi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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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是什麼 是Wong Yi Yi Wong Yi Yi 為什麼是做什麼 你的文書 是EARG的學生 讀什麼的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真的不知道說的話怎麼說 在第三回合有信心嗎 Halloo Downtown是加油 L Y & N L Y & N L y & N Lin 那 剛剛那位英文看在哪裡 Halloo 早晨